公元1222年12月,成吉思汗的大军撤回草原,蒙古韩国的第一次戏争基本结束了。 只是已经失掉联系的北陆军者别和素布台,却在这时进入了现在的俄罗斯境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夏王并没有如成吉思汗希望的举手投降,而是对他派去的使臣说,与心如虎狼的蒙古人无何可言? 于是历史一年半的战争终于开始了。 公元1227年8月25日。 公元1227年8月25日。 成吉思汗适与六盘山下清水县,终年66岁。 他的子孙将他的尸体运回大草原,遵照成吉思汗的遗言,没有举行葬礼。 只是在埋葬礼。 只是在埋葬他的地方三十里外,插上一圈剑凑,派重兵把守。 时间已经过去七百多年,成吉思汗的所在地已经是个难解之谜。 对于这个伟大人物的千秋公罪,史学家已给予科学的评估。 而本剧想介绍给观众的成吉思汗,是同凡人一样,具有七情六欲, 即崇高和卑微,英明和失误,成功和遗憾于一身的《一代天教》。 。 风从草原走,吹散多少穿梭, 风从草原走, któ守草原走, 粮小的气泥, 只有一瓶水像过来, 汩散多少穿梭, 柑徒赛鱼, 重祖鱼, 乱 pén带梭, 柑上辉刺鱼, 柑上辉刺鱼, 柑上辉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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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柑上辉手。 柑上辉手, 悲傷的佳陽 因為你而了 保護傳陽 你恩恩的 在母人心不明合 深深密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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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